我们来探讨一下皮肤上的十种症状 这可能表明您是糖尿病前妻或糖尿病患者 糖尿病是一种慢性疾病 全球有数百万人受到影响 如果不及时治疗 可能会对健康造成严重后果 但是您如何知道自己是否患有糖尿病 或患有患糖尿病的风险呢? 请继续观看 因为今天我将向您展示 可能是糖尿病早期指示器的最常见的皮肤症状 以及您可以采取的预防或治疗措施 这对您的健康非常重要 以下是皮肤上最常见的 可能表明您可能患有糖尿病的症状 您的皮肤上是否有红色或棕色的斑点 特别是在脚踝或腿部 这种情况被称为坏死性脂肪坏死症 虽然其出现的确切原因尚不清楚 但人们认为它与免疫系统问题 和某些健康疾病如糖尿病有关 事实上 有65%的机会与糖尿病或糖尿病前期有关 如果您有这些症状 请立即预约医生检查是否可能患有糖尿病 您的皮肤上是否有胶岸的区域 触感丝滑 通常出现在腋下 腹骨沟或颈部 并且进展缓慢 如果您有这种情况 请注意 这被称为黑色素增生 它可能会引起臊痒 甚至有味道 并且可能与胰岛素抵抗有关 这可能导致二型糖尿病 但也可能与某些补品或药物有关 例如高剂量维生素B3 某些避孕药或皮质类固醇等 这些都会增加血糖并产生胰岛素抵抗 如果您的皮肤出现胶岸的区域 尤其是在颈部和腋下 请咨询医生进行评估 您的腿上是否有伤口 可能会疼痛或引起臊痒 它们通常呈棕色 看起来像淤血 被称为糖尿病性皮肤病变 这些不是老年般 尽管看起来像 如果不加治疗 它们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 并与胰岛素抵抗有关 请尽早寻求帮助 因为糖尿病前期是可以逆转的 您可以避免更严重的症状 油是否可能与二型糖尿病有关 偶尔油一两个油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但如果您在身体的某些区域 如颈部、颜碱、腋下或腹骨沟 有大量的油 并且它们非常显眼 甚至让您感到尴尬 那么请尽早就医 因为这类油与糖尿病有关 并且通过控制糖尿病的治疗 这类油将不再如此频繁出现 这种类型的油会因衣物或珠宝的摩擦而恶化 科学已经证明 这种类型的油不与HPV有关 而是良性的 须知 在进一步继续之前 这个节目仅用于信息和教育目的 绝不能替代医生的咨询 我无法就您可能患有的任何健康问题提供个人建议 Zental asthma是一种皮肤疾病 特征是在眼瞼上出现黄色或棕色的斑点 可以是平的或凸起的 这表示眼瞼中的胆固醇过高 它也与糖尿病有关 请联系您的医生以寻找潜在的原因 是否有许多小囊肿或皮肤凸起病变 其中含有脂肪物质 这被称为皮下脂肪肿病变 它们可能具有与皮肤相同的颜色 也可能是粉红色 红色 棕色 黄色或混合颜色 看起来像粉刺 但是当您挤压它们时 内部是脂肪 它们通常出现在臀部周围 膝盖后方 腿部和脚部 当糖尿病得到控制时 它们通常会迅速消失 皮肤开始改善 这实际上是一个好处 因为一旦您接受正确的治疗 并且服用适当的补品并控制饮食 这些症状通常会很快消失 您是否发现您的指尖或脚趾末端 具有较低的感觉 或者感到麻木 皮肤看起来明亮透明 如果您的脚趾末端感到麻木或疼痛 以及皮肤外观有所变化 那么可能是末梢神经病变 末梢神经病变出现在 一型和二型糖尿病患者中 是由于长期血糖升高 导致的神经损伤所致 称为C纤维的皮肤神经纤维 以及您的一般神经 只是不在正常运作 这导致麻木感 好消息是 当血糖水平恢复正常 并服用一些补品时 指尖的感觉通常会恢复 您的皮肤上是否有疼痛的水泡 它们也可能不会疼痛 但会出现在手部脚部或腿部 这被称为糖尿病性水泡病 当它们出现时 它们可能不会看起来像紧急情况 但它们很容易转变为紧急情况 这些水泡充满液体 不应该爆破 这是每个人首先想要做的事情 因为水泡的作用是保护皮肤 如果爆破了 细菌可能进入并引起严重感染 这就是为什么在极端情况下 人们可能会失去脚趾的原因 因为95%的情况下 它们出现在脚周围 在内嵌的指甲周围或脚底 由于压力而引起 您的脚趾上是否有红而薄的皮肤 这种状况被称为萎缩性皮肤 是与糖尿病相关的并发症 其特点是脚趾的皮肤变薄和失去弹性 皮肤可能看起来浅躁 薄和脆弱 可能呈现出皱纹状 脚趾上的皮肤变薄 是由于与疾病相关的血管和神经受损所致 尝试用手指捏脚趾 您将看到它变白 但当您松开时 它应该很快恢复正常 如果需要超过两三秒钟 才能恢复血流 这可能表明血液流动不良 这可能导致更难愈合的皮肤损伤 您是否经常患有真菌感染 您应该知道 像念珠菌病这样的情况 也可能与糖尿病有关 这归因于多种因素 例如血糖升高 血管和神经损伤 或由糖尿病引起的荷尔蒙变化 如果您认为自己可能患有真菌感染 重要的是与医生联系 以获得准确的诊断和适当的治疗 此外 保持血糖水平控制和照顾整体健康也很重要 以预防此类问题 如果您有这些症状中的任何一个 应该怎么办 首先 您应该控制糖尿病 如果您的血糖水平和糖化血红蛋白AEC水平持续升高 降低它们将会有很大的改善 定期进行体育锻炼 定期探访物理治疗师和足科医生 无需担心别人的看法 可以帮助您及早检测这些问题并尽早解决它们 而且足科医生可以为您提供家庭护理足部的建议 这对您会很有帮助 此外 有一些补充剂可以帮助控制糖尿病 其中包括 维生素B群 B1 B6和B12维生素可以帮助改善神经健康 维生素C 这种维生素可以帮助提高免疫系统健康 降低与糖尿病相关的并发症风险 如神经病变和视网膜病变 Alpha硫心酸 可以帮助提高对胰岛素的敏感性 并保护糖尿病患者的细胞免受损害 美 对于正常的肌肉和神经功能非常重要 可以帮助改善血糖控制 心 对免疫系统很重要 可以帮助预防与糖尿病相关的并发症 如视网膜病变 最后我希望我们社区的所有成员能团结起来 共同对抗二型糖尿病 这种疾病正在造成灾难 并且每年在西方国家的病例数正在增加 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糖尿病是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健康威胁之一 与心脏病一起 很快将成为全球性问题 我们不能向二型糖尿病屈服 共同努力 我们可以减少其影响 帮助我们的亲人 这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 您是否知道所有或其中一些 可能由糖尿病引起的皮肤症状 您是否曾经经历过这些症状中的某些 请在评论框中分享您的经历 如果您使用停止二型糖尿病这句话 那对我来说会很特别 因为我知道您支持我 并且您一直观看到最后 感谢您们的支持 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 请点赞 留言 并通过LINE或您喜爱的社交媒体分享 看看算法是否会激励它向更多人展示 您可以在此处订阅该频道 免费 下次见